嘩 現在就是要偷師這個非為的技藝了 偷師這件事就等我來了 因為我已經戴了手套 大家知道 肉餅我做得多了 拖羅餅 真的沒做過的 是很誠心地跟楊師傅學做這個餅 因為我知道這個餅的歷史是很厲害的 其實在法州這邊的人 拖羅餅在他們心目中 存在一個很高很高的一個地位 我們現在看看楊師傅教我怎麼做 我一會兒未必做得出來 但也要試一下 好 我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給你 好 你看看是現的 拖羅餅的餅皮也是用這種酥皮的形式 酥皮 但是它的餡很厲害 拖羅餅給我用一隻不受的 這個很原始的 很原始的 這個也是用來煎蛋的 放下去之後壓噴它 壓到它結實 壓實之後一跳 放下去 完成 看著大表哥做了 大表哥做了 大表哥做了 看得出大表哥 在家裡真的是餃子也不飽了 我肯定不會包餃子 這樣就做了個餡 然後呢 就把它包回去 是 變成像做生肉肉的 這樣 很容易包的 這個人 老實說 我第一次做 壓一壓 這個不難 這個 不難 這個 好像不橡花式 嗯 這一下 穿了 但可以補補的 不如把它放進去 你們會用什麼方法 如果穿了 我們一般包都不可以穿 我們不可以穿 穿的就是穿的 我看這個問題 我不意外 那我就用這個 就是看不到穿的方法 方法 都可以 自己安慰 可以交到貨 可以交到貨 絕對可以交到貨 放在這裏 拖羅餅的五人餅不同 主要材料就是椰子絲 所以它有一種椰香味 對 椰子絲加金腿 加上有些圓人 有些圓人 冰肉那些有沒有 有的 有的 比較少 但最重要是椰子絲 看到每一個的椰子 分量非常大 我很想已經想吃了 大概我們要看這幾個 看多久 這個 是22分鐘 因為它小一點 是嗎